中方此前多次对美国类似的受华法案表明立场 相关法案受华内容罔顾事实 渲染中国威胁论 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 充斥着冷战民和思维 与中美两国各界希望加强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将坚定捍卫自身 国人强调 美国怎么发展是美国自己的事 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 美方应该做的是 维护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而不是动不动打中国说事 把中国当假想敌